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呢要来教大家在iPhone上面 7个Safari必学的小技巧 相信使用iPhone的各位呢 对Safari应该不陌生 它就是iPhone上面预设的网路浏览器 虽然我们那么常使用它 但是其实有一些小技巧是 连我都还不知道的哦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7个必学 而且超级实用的小技巧是什么吧 那第一个我们要介绍的呢 就是一次关闭所有的分页 一般呢我们在使用这些网页的时候 按一下右下角的这个分页的按键 它就会出现所有的分页 那有的时候你常常开很多分页 它堆积在这边 你就不知道怎么一次把它关闭 那一次关闭的方式呢有两种 第一种方式呢就是长按完成 长按这个完成 它就出现这个关闭7个标签页 你就点一下这个它就会全部删除了 那另外呢第二种方式 就是在这个网页的部分 然后长按这个分页的按键 然后就会出现有四个选项 第一个就是关闭所有的标签页 按下去之后呢 你就可以一次删除所有的分页咯 那除了这两个方式之外呢 你也可以设定iPhone 自己帮你删除 你已经很久没有看的这个标签页 那怎么让它自动删除呢 就是要到设定里面 我们先去找到设定 打开 然后里面去找到Safari这个选项 往下滑 这边有一个Safari点开 然后往下滑找到标签页下面的 关闭标签页 然后里面点进去呢 你就可以去设定说 你想要多久之后让它自动删除 那我自己个人呢 我是预设在一周之后 如果我都没有动到这个分页的话 iPhone就会自动帮我删除那个分页了 再来呢第二个小技巧就是可以直接回到页首的快速键 一般呢我们在滑网页滑到一半的时候 如果想要回到开头的地方的话 可能我们就会往上滑对不对 但是其实不用 你只要滑到一半的时候 点两下这个网址的地方 它就会回到页首了 它的位置其实有一点尴尬 就是它必须要点在这个网址的上方 所以例如说你今天滑到一半 你要回到页首的话 你就要点这个就是偏上面的位置 不然它很容易点到网址那一栏 我们再试一次 就是你滑到一半 然后你就要点就是偏上方的位置 就是几乎快要到这个相机的地方 你就点两下 这样子呢就可以很快速的回到页首啰 再来呢下一个我们要教大家的 就是快速的回到上一页跟下一页 一般呢我们回到上一页都是会按这个按键对不对 但是其实呢它可以找到更久之前的分页喔 你只要长按这个按键 它就会出现你所有浏览过的分页 那你就按一下 那回到下下下一页也是可以的喔 你只要长按这个下一页的按键 然后就会出现你所有下一页浏览过的这个分页 那最近的都是离我们最近的 所以这个是下一页 然后这是下下一页 这是下下下一页 女生逛网拍必备 再来呢第四个小技巧 我们要教大家如何把不小心删除的分页叫回来 首先呢按一下这个分页的按键 然后长按这个加号 它就会出现你最近关闭的分页 是不是非常方便呢 再来呢第五个小技巧 我相信应该有一些人都知道了 不过这也是为了我们下一个小技巧铺陈喔 就是呢如何把你的网页切换成 电脑版网页跟阅读模式 那这两个分别有什么功能呢 电脑版网页就是说 因为很多网站它都有分手机版跟电脑版 那他们的排版有一些不一样 因为有的时候呢 电脑版上面有的功能 手机版可能没有 那你可能就要做一个切换 例如说我现在找到我的YouTube频道 那这个是网页版本喔 那例如说我现在想要看到 电脑版的样子的话要怎么做呢 就是按一下左上角的这个大小 按这个大小 然后就出现切换为电脑版网页点这个 然后它就出现呢 你一般用电脑浏览的这个模式 大家有注意到它的排版不一样吗 所以如果你在电脑上面有看到一些东西 但是手机上面发现不见了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切换 再来呢第二个阅读模式呢 就是说你今天如果看到有一个网页 然后你觉得它广告很多 然后不容易阅读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个阅读模式来做切换 我们现在呢就来示范一下 例如说有时候你在阅读网页的时候 你觉得读起来很不容易啊 或者是广告非常多的话 你就可以切换到阅读模式 然后怎么切换呢 就是首先先叫出你的这个网址的栏位 就是你只要往上滑 停顿的时候它这个网址栏位就会出现 然后点一下这个大小 然后按一下这个显示 阅读器显示方式 然后就变成了很好读的一个页面 而且它的广告都会消失 真的非常的好用 然后要关闭的话你就再按一次 它就会回来了 这个方式呢针对这种匹克邦 广告非常多的这种网页真的非常的有效 所以大家就平常阅读的时候可以试看看咯 再来呢第六个小技巧就是要利用Safari 让YouTube在背景执行播放音乐 这个呢我们之前其实已经有教过的 就是母子画面的这个功能嘛 但是它现在已经把它卡掉了 但是音乐还是可以继续播放 只是没有画面而已 首先呢大家要用Safari先进到YouTube 这跟YouTube的App不一样哦 你必须要用Safari进来 进来之后呢 我们要先切换到电脑版网页 就是我们上一个教的 先按这个大小 然后切换为电脑版网页 然后就会出现你电脑上面的画面嘛 接下来呢找到一个你想要播放的音乐 点进去之后它就会进入全萤幕 然后接下来呢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就是要往上滑 然后回到桌面 试看看咯往上滑 然后你会发现它被关闭了 但是神奇的地方来了 就是当你打开你的控制中心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已经可以播放了 我们来试看看 这边补充一下 如果你发现没有声音的话 你就要点到播放器里面 然后把它拉到开头 再按暂停 然后再按播放 这样就可以咯 所以利用这个方式呢 你就可以在背景播放你的YouTube 但是像我刚才讲的 你就没有办法播放影像 主要还是以音乐为主 接下来呢最后一个小技巧 就是要教大家如何在网页上面 做文字搜寻 例如说你今天想要在这个网页上面 找关键字iPhone的话 你就点一下这个分享键 然后在中间的地方有一个在网页中寻找 点这个 然后就会让你输入关键字 那我这边呢例如说我打iPhone 然后按Search 它就会黄色highlight的方式 而标示你的关键字 那下面也会显示你有几个结果 例如说现在这个是第一个嘛 那我要跳到下一个的话 我就按一下这个下 然后呢它就会出现第二个结果 然后再来下一个结果 就会出现在这边 所以用这个方式就会很快的找到 你需要的关键字这样子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 七个Safari必学小技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起来呢 另外呢如果你有觉得 有很棒的Safari小技巧的话 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讲 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长按这个完成 然后就会 再来呢第二个小技巧就是 就是按这个按键 然后就出现 嗯 发现它已经可以播放了 我们来试看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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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